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开头来的有点晚 对 雅各布现在住别墅应该对于就是要交的这些账单应该是非常的清楚 非常清楚 每次账单来都很头疼 大概会有会有哪些呢 就有哪些可能说是你固定的一个支出 也有一部分支出呢 他可能会说要看你个人愿意花多少 是吧 比较固定的支出是一个是市政费了 市政费通常来说一年的话差不多是1200块钱左右 每个区都不一样 但是在布里斯班的话大同小异 可能在1200上下浮动 这个是一张单子 那个市政费的话 他主要负责的是你那个住宅周边的一些街道上面的一些花花草草 还有路面路灯的一些维护 包括就是每周过来收垃圾 这个东西通常涵盖在那个市政费里面 比方说你家里面垃圾特别多的话呢 他会你可以再跟政府申请 我都要多要一个垃圾桶 然后你的市政费会稍微高一点 所以说由此可见 就是说其实市政费里面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他收垃圾的费用 还有包括街景街贸的维护 对 街景街贸的维护 那除了这个市政费啊 还要给政府交的钱有哪些 好像就没有了 就水电煤 水电煤算是政府的费用 排污费 排污费是给到这样的 排污费其实是给那个水 就是水公司的 但是呢就是因为水是每家每户必用的嘛 所以说不太像 不太像那个煤气网络这种 这种这种能源公司 它是有那种私人公司提供的 在澳洲的话水是有那个相当于一个政府就一个独家 你不能有其他的服务商来做做水处理 所以说你收到那张单子每家每户都是那个 urban utility 就是那个政府统一的已经有点像那种政府机构一样政府的一个公司下面专门负责水的一个公司 它里面还有那个排污费和水费排污费和还有进水的进水出水的管道费用呢是一直会有的它是安天算的哪怕你不用水那费用也会产生剩下一个呢就是你每天那个用水量是多少他在额外算钱最后他把两个费用交在一起就形成了大概每季度的一个水费账单 嗯差不多一年的话正常使用差不多在八百到九百之间吧就一个家庭对如果你用水量不是特别多的不是特别浪费的话另外就是这边房屋的话其实大多数家庭都会买保险啊嗯因为大绝大多数人都会去买个保险保自己的房子那可能还有些人会选择要不要去保家里面的一些财产对这边这种房屋保险的话大概是 什么家庭呃对别墅的话房屋保险是肯定要买的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比较贵嘛然后又是独门独户没有人会可能不像其他类型的房子有人会照看你的家或怎么样的嗯呃房屋保险的话通常来说我记得结构保险它分两块了一个是结构保险和一个是家庭的财产保险嗯我记得结构保险会稍微贵一点然后嗯差不多是六百多块钱一年吧六百多块钱一年嗯 嗯嗯但它是根据你的房子的风险程度啊和那个你房子的本身价值嗯来做决定的那你百万豪宅的那个保险和那个三四五十万房子保险肯定是不一样的来跟车险一个道理对如果你那个区有可能会有火灾比方说周围树木很多啊或者是有可能在河边会会会被水淹呢 那这种情况呢他他会保费会稍微早一点嗯第二个就是你的里面家庭财产保险就你如果入户被偷掉东西的话呢当你可以在买保险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保险公司申报说我家里有多少多少的就是有点像家具或者是私人用品嗯那不管你被偷掉什么东西你只要跟银行说啊我在这个保费的涵盖的那个范围之内嗯你都可以去申报他不会 纠结于说你这里面到底有是不是你买过这个东西嗯只要只要只要你申报的时候说有就行嗯当然这个这个东西他其实里面保单内容他分的很细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聊去找那个呃卖保险的那个broker去跟他详细了解一下他的policy嗯然后房屋保险里面有一点要提啊就结构保险他大多数人以为是保自己的他其实还有一个连带责任险所以说建筑保险我非常建议大家去买 为什么他里面一是保证你房子比方说你房子啊地震啊或者刮风啊或者火灾把自己房子烧掉了那他可以按照原来的那个造价就你当时去买保险的时候你报说我这房子50万嗯他就直接赔你50万让你重新再启动嗯第二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的房子着火了把邻居的房子烧掉了如果你没买保险邻居要找你来赔但是你有保险的话你那保险公司会帮你去赔邻居的房子嗯 不要说你你自己房子着火然后把左右两边邻居房子都烧掉了那保险公司会赔你三栋房子的钱嗯然后你把另外两栋房子的钱就给你的邻居就行了嗯所以说连带责任险也是建筑保险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记得一定要买因为就怕万一啊嗯对我们刚聊了那个市政费给政府的一个费用 然后包括保险我们再来聊一下一个就是可能比较灵活的支出啊就是房屋的维护费嗯看你每家想要就是打理到什么程度了是吧对对啊这个费用呢其实你可以选择呃花多或者花少但是通常来说你为了为房子的保值因为建筑本身它会变旧嘛那旧的话其实就相当于你房子的价值下降或者是损失嗯比如说每年的话通常来说比较 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外面的围墙和那个屋顶嗯围墙和屋顶的一个粉刷工作和清理工作嗯因为有时候时间长的上面有一些树叶啊或者一些杂物这种那你可能要派人上屋顶上面去扫扫弄弄然后刷一刷嗯那如果你不是那种呃彩钢板屋顶呢如果你是那个瓦片屋顶的话那可能你就要检查一下就是说瓦片有没有损坏啊有没有漏水这种情况嗯 那这个东西的话差不多通常他们两三年吧比较考究的人差不多两三年会做一次嗯有点像那种汽车那种保养一样嗯去做的话还是会对房子会有好处嗯如果你不做的话万一房顶漏水那你就要花更多钱嗯差不多做一次屋顶的话就粉刷清理包括一些修复工作差不多在两三千澳币左右嗯基本上两三年或者三五年都要做一次啊看你房子 就是实际实际使用情况嗯呃外墙的粉刷呢就看因为有些时候雨水冲刷啊或怎么样上面会有一些呃污垢嘛会然后外面有一些小虫啊什么的还是会有一些呃破损所以说外墙的粉刷呢基本上也是那个呃三五年要做一次嗯价格的话不是很清楚哈哈实话实说知道价格我就跟大家去讲不知道的话呢我就我只是说知道大家要注意这块要去做嗯我是有看到 那我就接上那个人家的电线杆子上贴销广告嗯带多少钱两千起吧两千起我估计还需要看你房子多大对吧所以说其实还ok因为毕竟是好几年做一次嗯嗯然后剩下就是一些外围的一些landscaping啊就是一些圆圆圆上面的一些工作呃但你可以选择自己做的比较省钱但如果你不想自己做或者你做的不是很专业因为这种东西其实你需要一套 嗯很多各种各种各样的工具你要把它修的漂亮的话嗯如果你不想家里面去准备这种这种这么多东西的话你可能需要找一个专业人士去帮你修修前后院的草啊然后做一些那个篱笆的粉刷嗯嗯还有比较重要就是要每年做那个储虫啦嗯包括房子的储虫和那个前后院的储虫嗯因为因为害虫很多的话首先嘛就它会破坏你的房子嘛 就如果你有白蚁然后就正好是木头结构的那可能就会这个损失就会比较大那整个房子其实就不行了对啊建筑保险里面是不含那个白蚁的就你因为被虫咬坏的房子呢它保险公司不赔的嗯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做好防白蚁嗯外围的话呢主要就是一些嗯毛毛虫啊或者一些对一些让你不是很舒服的一些虫子但它不会破坏你房子结构嗯通常来说 他们会吃掉你的花花草草啊什么的其实也是一定要做的我刚刚就你听你这么说的话大概我觉得house一年的支出可能在三千五四千样子嗯有些两三年或者三五年做的话呢你就要瘫到每年了如果你这样算过来的话嗯我知道因为就是三千多嗯试生费然后算上你的水水电煤之类的差不多就是两千多要两千多 然后你的保险六七百对吧就差不多三千三千我要往三千去对就要往三千去了然后另外的话你那些三千多维护的对所以每年大概是在留好心理预算嗯对就如果你想做的稍微好一般的做一做呢差不多四千吧养一号房子差不多四千左右如果你想做的稍微好一点就差不多五千块钱对的样子嗯house的话嗯是一般基本上都是 是没有物业费的是吧除非说对嗯除非说有些房子当然现在也其实不少不少不少见其实不少见因为有些房有些他开发商做一些比较大的那个社区规划的时候他会帮你的整个别墅区里面会做一些配套设施嗯然后说游泳池啊健身房啊或者一些啊电影院娱乐娱乐娱乐中心啊类似这种啊每家每户现在都不太愿意去 去去做这种就是后院去放个游泳池因为你很多时候要自己打理对他给你提供一个就是说共用的一个大家就每年花一点钱然后你就可以想用就用也不用自己去管就就其实还挺好的比较先进的一种模式那这种话呢他就会产生物业管理费了通常来说比较数区的物业管理费根据他里面的设施不同小到小到一年几百块钱就小一千嗯 他只是做一些花花草草他没有那种什么游泳池啊健身房网球场这种东西啊大到两千五到三千左右都有啊我们刚聊的话就大多数house的话还是就是没有这个物业费的对大部分大部分是没有对独门独户的自己去管好一年的这个文户费用大概是在四千澳币左右对OK那那个别墅的话我们差不多就到这边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是公寓吧 我们下期再见